薛瑞以为极是虞书说的这种可能 但还是提议 不一定 我先带你去找夏江家 看看他们怎么说 我听街上的人说 夏江营的藏官都已经送走了 夏江家的人还在京城里吗 他们还在 薛瑞道 宫中几天前才召见了夏江郎 他们不会这么快走的 虞书点了点头 那就登门去见一见吧 若有夏江明指认 事情就轻松了 他一个无名小卒的话 说出去别人不会听 但堂堂的夏江家的千金小姐 总不会去冤枉一个毫无关系的商人 虞书又同薛瑞商量了一番 车内视线渐暗 外边的天色不觉已是迟晚 那就这样 明天一早 我再来接你 约好了明日 同去找夏江家的人 虞书同薛瑞道别 却没有道谢就下了马车 薛瑞一个人坐在车中 抬手抹了一把脸 忍不住拨开了窗帘 看向外边 寻到了夜色下那道鲜瘦 却笔直的背影 头一次没有盼着他回头 然而偏偏那身影顿足 在街角转了身 那少女回过头 一眼过后 面容模糊地在夜幕中 薛瑞的胸口一色 手指松开 车窗垂落 他背靠着车臂 膝上的五指握成了拳头 姐 陶大哥找你做什么样 万万后 于小修缠着于书询问 于书根本没有打算 把遇到球标的事告诉他 随口瞎掰 哦 他拿了朋友的八字找我算 因这几日 我没有往秋归往去 就找到家里来了 于小修不疑他 趴在了书桌对面 冲着正在给他 检查功课的于书说 姐 陶大哥怎么会在京城啊 于书抬了他眼皮 怎么 他没同你说吗 他知道 他没有同于小修提起他 不知道有没有惹了他不快 于小修郁闷道 没有 陶大哥说 要我问你 于书的嘴角一弯 这么说是生气了 也难怪 这事是他不厚的 于小修入学的事 那人跟着忙前忙后的 比他都轻快 到头来 他提都没提 在于小修面前提起他 换成是他也要不爽 闹闹情绪 知道你上学的事是谁建议的吗 就是曹大哥 于书看着于小修惊讶的脸 仿佛嫌他不够吃惊一般 呜了一声道 不对 你现在该叫他薛大哥 你曹大哥本姓薛 不姓曹 曹子欣是他的假名 他本名叫薛瑞 是当朝上书家的大少爷 哦 对了 就是原本要同记家说清 差点纳了我做小妾的那个薛大少爷 于小修的眼睛 一点点更圆了 彻底傻了眼 于小修看他呆样 心情舒坦了许多 伸手在他的脑门上 弹了一个响 于小修搓了搓额头 把下巴合拢 结结巴巴的道 那 那他 那你 你们 于小修抓耳挠腮的想问问题 但就是问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于书看着他都急 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别问东问西的了 赶紧去洗脸睡觉 于小修只好 不情不愿地拖着步子走了 薛瑞前一天晚上就打听到了下江家的人 现在住在何处 第二天早上带着于书过去 到了一处宅子前 让他下车 自己等在外头 于书在门口报上名 护卫入内禀报 等了一盏热茶的功夫 才有一个丫鬟出来接待 引他入内 为了避险 下江家在京中并无釜底 这宅子是战戒了别人的 一路上花园走廊 都没有见到什么人影 冷冷清清的 于书被带到一处南门厅 刚上了台阶 就看到乌塘镇中一副水墨画下 端坐着一个身穿青袍大袖的男人 这男人一眼看上去 有三十上下 再瞧 才觉得应该更年长 因其貌俊辱到不显的岁数 然而那身沉稳的气度 却不是三十而立 能够轻易有的 这想必就是夏明明的父亲 夏江家的二老爷 夏江贺郎 于书往屋里扫了一圈 没有看到夏明明的人影 再看那夏江贺郎 太然地坐在椅子上 见到他进门动也不动 惊吓了然 是有些预感死刑不会顺利了 他打量之时 夏江贺郎也将他看了个清楚 虽见他少年打败 却知他是女儿之身 于姑娘 请进来坐 见过夏江先生 于书走进门 想想还是行个一礼 才找了座椅入座 没说什么客套话 直接开口就问 为何不见五小姐 夏江贺郎道 小女身体不适 在规格之中休养 病了 于书一下子站起来 面坐担忧 我可好去看看他 夏江贺郎面不改色道 风寒之正 莫再连累旁人 于姑娘 坐吧 于书坐了回去 心想 这有病是假 不想让他见着人是真 面对着曾经救了自己女儿 一条性命 又照顾至今的于书 夏江贺郎倒是提也不提谢字 蔓引了一口才到 不知于姑娘 今日登门 有何贵盖 于书身安人情事故 看到夏江贺郎这态度 便知道再同他客套无用 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想必夏江先生 已经从另爱的口中听说了 我们沿途遭遇匪类截杀 险些遇害的经过 我今日来是想告知 当日那几个商家内贼 现在就在京城之中 还请先生加以援手 助我将那几个凶手败类神之以法 夏江贺郎神色如常 听完了于书的话 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于姑娘 是不是弄错了 什么匪类凶手 我不曾听小女提起过 怎么 你们不是由标师护送 平安静静的吗 于书微微地眯起了眼睛 早料到这夏江家 许氏会稀释宁人 这倒是同他装起傻来 夏明明是什么脾气 他还不知道吗 不曾提起 恐怕是不愿提起吧 于书沉默 虽同为当日事件留下的活口 但夏明明和他不一样 有家门依靠 身为一方的豪门的夏江家 自然不惧那必轻求标 即便被他们知道夏明明活着 想必也不敢找到夏江家的头上 是以夏江贺郎并不畏惧 也不想将此事张扬出去 节外生枝 就好像是被小虎仔 被兔子踢了一脚 老虎就算生气 也不会害怕兔子能咬死他的孩子 可是他不一样 他背后没有靠山 也没有任何势力 如果不将必轻求标出去 必留祸患 小女性情骄纵 一路上承蒙于姑娘的照拂 不胜感激 听说姑娘同是异道中人 我特意备了一件礼物 来人 夏江贺郎转移了话题 叫了夏人进来 一只半尺长短的金丝绒礼盒 被送到了余叔的面前 这六是甲子纳音卷 由我夏江家几代仙人住姐 是位不外传之密 先赠与姑娘 助姑娘所学之用 余叔看看面前的锦盒 面无表情地站起来 冲着夏江贺郎道 今日冒昧来访 打扰到了夏江先生 我这便告辞了 说吧 便看也不看 那只装有一刻梦寐以求的 筑姐的盒子向外走去 夏江贺郎的目光闪动 出声地唤道 余姑娘 余叔转过头 只见那夏江贺郎站起身 朝他一手 抬过眉头 举了个大礼 小女少不更事 给姑娘添了不少的麻烦 我这个做父亲的 会严加的管束 夏江有个不情之请 小女离家出走 顿游在外之时 还望姑娘三肩其口 到了这个份上 面对着为人父者的请求 余叔还能说什么 抬手回了一礼 低声道 夏江先生放心 我只当同五小姐 是萍水相逢 夏江贺郎放下了手 望着余叔离开的身影 轻叹了一声 自语道 宁宁啊 爹 这全是为你好 你是有后福之人 怎么能留下什么把柄 薛瑞坐在车中等待 不时撩起了窗子看 好不容易见到远处大门前 出现了余叔的身影 带他走近观察了他的脸色 便知道他此行不顺 果然 余叔上车后 刚一坐下 便对他摇头说 不行 他们不肯帮忙 为何夏江家不肯出力 他没有明讲 而以薛瑞的脑子不用问 也想得到是为了什么 见他神情疲惫 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情 薛瑞语调独定 无妨 还有我帮你 余叔抬头 看着他正色的脸 能感觉到他的诚心 心中隐隐一动 一直拿不准主意的一件事 就在此时有了分辨 面上轻松地笑道 等这件事了了 我便帮你去看顾那间酒楼吧 薛瑞神色一动道 此事不急 还是先说说往下该怎么办 现在夏江家不肯出面 你还要再做打算了 余叔点了点头 考虑了片刻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既不能打草惊蛇 那就引蛇出洞吧 薛瑞稍作一想 便知道他的意思 当即就皱着眉头否决 不行 我还没有说什么 你就知道不行了 薛瑞不以为然地看着他 他岂会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引蛇出洞 无非是他想露面 招惹那伙人的杀心 再抓他们个现行 你如果要以身犯险 还不如我想法子 把这几个人赶出京城去 要不然找个油头 把他们送进牢里 关个一年半载也行 他口气听起来狂傍 虞叔却知道他不是在说大话 就凭着他薛家大公子的身份 想要整治一个商人 还是不在话下 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在他的眼中闪过寒光 他要的不是一时之权 而是斩草除根 那之后呢 等他们从牢里出来 一样不会放过我 我还能躲着这伙人一辈子 虞叔神色认真的 现在是敌民我爱 正是大好机会 一举把他们揪出来 否则让他们心生绝境 我只怕会有更危险 我宁愿冒一时之险 也不想以后 都胆战惺惺惺的过日子 你懂吗 毕青和球标 他们想也不会想到 他这边有薛瑞 这么个帮手在 他只要败个空子 让他们自投罗网 露出狐狸尾巴 这样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薛瑞心知 虞叔说的有道理 虽不赞同他冒险 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他是可以轻松 拿捏那几个商人不错 却不能把人杀了 也只有将人伏法 以律逐之 那你打算怎么做 无论如何 他会护他周全就是了 虞叔冷笑 他们不是正在找我吗 找到我以后 无非是要害我性命 那 虞叔黄昏回到家中 对他今日去拜访 夏江家的事 只字未提 也未曾在景晨和 于小雄面前 表露出异样 平静的 不似是个已知杀祸缠身的人 第二天一早 在家闲了多日的虞叔 总算又推着摊车出门 临走前 不忘留言给景晨和于小修 福安镖局的周老板 找我过去看房子 晚上可能回来晚些 你们自己吃饭别等我 景晨点了点头 于小修背着书囊 也要打算出门 那你别太晚回来了 路上夜黑 要不我晚上到街头去等你 不用 我还等走丢了不成 景晨 记得喝药 我们走了啊 于叔拉着于小修 对景晨摆了摆手 景晨也对他摆摆手 哦 路上慢点 把门关上 景晨回到了院中 抬头看看于白的天色 脚尖轻点 向前一跃 纵身轻盈 竟是离地六尺 伸手在屋檐上一摘 足灯墙面 在空中回身借力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手中便多了一把 树枝消成的粗糙的木剑 他手里挽了个剑式 后退了树步 一出剑 剑招便如行云流水般 挥泻而出 朝朝是风声极耳 上午 太亨商会在城南的会馆中 毕青正同来访的商人 洽谈今次的买卖 忽有个短脚的随从 匆匆地入内 附在了他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毕青的眼神一闪 对着来客拱手道歉 哦 不好意思 毕某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 我们改日再谈 说完让伙计送人离开 转头对随从低声道 找球标来 是 毕青转身去了后院 静了角落一间 用来处放杂物的屋子 来来回回地走动 刚刚坐下 球标便找了过来 一进门便有些兴奋道 老毕 人找着了 噓 毕青关上身后的窗子 招手叫他到跟前 找到了 现在人就在那家 孙纪酒馆门外摆摊 余三在盯着 逃不了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赶紧把人 球标身掌 比了个刀子 向下一滑 神情凶狠 毕青叼叼头 还不及杀阿树那小子 那天跑掉的 不止他一个 应该还有其他人 先让人跟着他 看他晚上回哪 到时候 再顺藤摸瓜 一起把人抓回来 这次 绝对不能再有漏网之余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那我立刻加派两个弟兄去 免得那小子油滑跑掉 球标道 毕青迟处了片刻道 恐怕不妥 你还记得 我们从江上 捞出的那个人吗 此人的武功厉害 那天在船上一招 便叫阿三毕密 若是此人在 单凭几个兄弟 降不住他们 球标问声道 我亲自动手 就不幸拿不下他们 毕青冷笑 加上你 也不够保险 我们还要 再请个帮手 球标狐疑 谁 有谁比我的功夫还好 见到他 你大可以试试 走 事不迟疑 同我一起去见一见 那位认钱不认人的朋友 能请到他 我们今晚就动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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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